Hello,大家好,我是李月 哎呦,要打个喷嚏 OK,我在酒店被隔离的第四天今天 然后早上去楼下 每天准时一桶做了个核酸 然后呢,现在刚回到房间 然后也在下面跑了跑步 运动了一会儿回到房间 因为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 先把运动衣穿上 然后就有运动的动力 然后给自己煮了两根玉米吧 我的小玉米应该熟了 对,然后这是酒店的隔离餐 有些小垃圾在里边 有一个鸡蛋 有四分之一节玉米 然后还有两个包子 但是我不吃猪肉就没吃 然后还有三朵 三小朵西兰花 基本上够一顿早餐吧 然后呢,好在啊,真的是 我觉得我特别机智 我把这个锅带来了 就是这个卡斯炉的这个锅带来了 然后而且我在网上买的那个 它的气罐也都倒了 倒了起码有三十瓶吧 然后呢,昨天从网上12公里之外的 这个生鲜店买了蔬菜 买了肉 当然酒店冰箱没有冰冻 我就不能买太多肉 就只买了两块鸡胸肉 昨天晚上也吃完了 然后现在 煮了三截玉米 这就是我今天一天的量 我就留着吧 反正现在也不是特别饿 然后酒店冰箱也放不下 我就把蔬菜呢 都储藏到了阳台 给你们看一下啊 那阳台还比较凉快 呦,出太阳了 今天天气比较凉 我就把蔬菜都放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把袋子系起来 因为确实不知道还能搁哪去了 哎,目测试还得再有个三天吧 如果一切全员检查 结果是阴性没问题 可能就能解除隔离了 哎呀 真的是上海爆发和封城之前呢 我接到了任务 我就出来了 我就正好就是卡一点出来 然后也在酒店做了三天自我隔离 然后也是14天的一个自我监测 然后到现在 我几乎是每一次任何地方有疫情爆发 我就都踩着点就离开了 就是还运气挺好的 也没有被隔离上 这一次看到上海这个情况 我真的是还挺揪心的 因为很多朋友也都在上海 而且看到一些 哎,一些不太开心的新闻 也确实是没办法 觉得好无力呀 特别无力 对,然后 你们看我房间真的特别乱 因为前两天本来说 可能要离开了 但是 最后还是踩踩踩踩踩 呆在酒店里面隔离 然后做一个比较 保险的一个措施吧 对,然后 我把我的这个箱带来了 每天呢 在运动的时候 我也会点一根 点完它 做完运动 然后 整一杯咖啡 现在准备再点一个 然后 对,我给你们 看看这个 我发现的一个特别 哎,这边光亮不太好 放这里一半 这个音响 这个是Bose的音响 这个音响真的是 我觉得 是我目前用到 带出去 就是可以随身携带 你想带到任何地方 都有好的音响 音响第一 然后 然后充电续航能力第一 还有 还有就是 它的这个轻 这个 这个叫什么 体积 它的这个体积 跟它的重量 也是 我觉得 比较便携的 因为它的低音效果 因为它的低音效果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 非常棒 可以说是在这种 千元级别的 随身音响中 我认为它能排第一 而且它还有一点点那个 叫什么防水功能 所以如果你带到 它去游泳池边 或者是去一些 比较潮湿的环境中 也是没问题的 推荐给你们 我买了个这个颜色 是不是很man 好给你们推荐一下 我这几天一直在用的东西 因为我们就只是暂时 换一个酒店 然后就换出了 隔离来 对啊 也是很无奈 但是我在隔离前 被封酒店前 那我倒了一支 这个Chanel的唇釉 颜色好美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几号色 232 它上嘴是雾面的 感觉是很显气色 而且也不会拔干 然后呢就是 这一支Chanel的香水 我真的是每天晚上 我会闻着它的味道 睡觉 因为觉得好舒服 吃这一支 Pare 诶好像看不太轻 嘟嘟 嘟 好吧 我这样子看 这样子比较清楚 就这个味道真的是 我闻了他们家的所有味道 最喜欢的一支 然后准备要再买一个200毫升的 用了还蛮快的 这真好 配一点让自己心情好一点 不是真的 我在这个房间快呆疯了 然后 哦对 这个好像上次给你们推荐过 柯润的这个小唇膏 我上次看看的是一支 一个这样子 一个小盒子的 这个也很好用 然后就是这个马上空瓶了 贝诺娜的 只剩一点点了 应该 只剩一丢丢了 贝诺娜的柔润 只养身体乳 然后这两天我 get了一个 面部刮痧法 这是 一个很好的 快速消除水肿的版本 因为我在网上买了这种 牛角的刮痧版 这个还蛮透的 叹叹叹叹 然后就是 每天 每天就 就我在看追剧 看电影的时候 噢的 当然我不能这样干瓜 我然后我是配的那个 配的精油 我配的这个白鹿油 虽然它是身体油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上网的 所以我拿它当爱抹油 然后这样刮 刮 我上刮 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卡下 然后它可以讲 就这样 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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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包括眉头 这个地方 两个正好两个 这种尖的地方 然后就这样按摩 然后或者可以按摩一下这里 脖子 然后往下按摩 就把这个淋巴的地方给它 给它疏通开 我每天就看着这个后山的风景 我不太喜欢山景 我喜欢有水的 就是我们这个酒店是 我这边是看山 然后另外一边是看 酒店门前有一小滩湖 一滩蓝蓝的湖 蓝绿蓝绿的湖 我就很想在那边住 可是我现在房间我也换不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酒店的后山 我刚搬进来的那一天 我在想 我是否是可以 穿上我的登山鞋 然后往这里爬一爬 溜达溜达 毕竟是个云南长大的孩子嘛 可是我想了一下 好像我没有登山鞋 就放弃了 然后这两天我也在做一件事情 但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成功 因为确实在操作起来还挺难的 我现在生活在上海 当然我现在在湖州的剧组 我的家呀什么的就是 我已经搬到了上海去居住 但是我作为一个云南人 我现在每天看着 上海有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很多人都没有物资呀 没有蔬菜缺吃的缺药什么的 就很心急 所以我作为云南人 我就有一种使命感 因为这些蔬菜呀水果呀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家会比较多的 而且我也觉得这也是我可能力所能及的事情 然后呢就联系了我在趋近的好朋友 我就想请他们帮我一下去购买一些物资 购买一些些就是吃的 然后去做一个补给包 然后准备要捐捐个几卡车的那种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 很多的司机如果说是去到了上海 回到云南当地 他还是要再进行14天的隔离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找一些志愿者 如果他能够愿意去把货品拉到上海 然后再有上海 我们也在联系一些福利基金会 然后帮我们去做一些分发 然后给到一些没有物资的家庭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我从 上上个星期就开始策划吧到现在 就是物资什么的都没问题 就从云南发出去都没问题 可能回来他们需要隔离就有很多的人 因为他们平时现在主要是靠跑货运来赚取 赚取一些生活费的这种司机 他们可能就是如果要回来隔离的话 就会有很多损失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可能会影响到 未必有很多人愿意参加这件事情 所以就还挺难的 而且我们还只能找那种冷藏车 因为都是新鲜的新鲜的食物 所以就是要考虑到路上运输 跟现在温度也高的情况 所以真的还挺难的 我觉得全程也都是靠我的 云南的小伙伴和上海当地的小伙伴 在帮我去操作这件事情 然后我在湖州我就干着急 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结果点上 好难啊 好难 因为确实我说那我捐钱做事情 可能还不如说捐物资 然后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 好难怎么办 这是我这几天比较 比较焦虑的事情 就是相比较起来 我被隔离起来 我可能更焦虑这件事情吧 然后现在每天的一个活动范围 就是在房间 然后早上下去做一个核酸 做完核酸呢 我能有一点时间在楼下我们的风控区域 酒店的风控区域里面走一走 跑一跑步 还算好 就是也能运动运动吧 但是就得每天自己找一些事情做 所以在房间我也会跟着一些 像什么帕梅拉呀 然后keep啊 然后去做一些力量的训练 但是练着练着又会开始觉得天哪 我要出去 就很矛盾 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 放松跟休息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这七天冲冲店也挺好的 然后呢 好在我在前几天 因为我那本好几方的书已经看完了 所以我去买了 其实哎 好吧我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本 叫萨德式女人 然后买了好几本书现在囤在房间里面 然后准备一本一本的看吧 几乎 这种薄度的话一天就能看了 都不用一天吧 差不多 六七个小时 顶多 因为我我现在 感觉最近这个阅读的速度越来越不行了 就好像一个说话方式和阅读速度 包括脑子的这个运算能力都不如小时候了 好的我又在承认我自己衰老了 就跟你们碎碎念一下吧 嗯 啊 最后想说的就是 大家在疫情肆虐的当下呢 一定要去好好的调整心态 然后呢 积极努力的去做一些 自己 范围内能做的一些事情 包括说你多去阅读 多去 学习 然后呢 做一些充实自己的事情 可能好多人就是 因为疫情都会有焦虑的这种这种情况吧 因为我已经有了 所以呢 多去看一些开心的电影呀 剧呀 然后比较 或者能够能够学习到的一些纪录片啊什么的 然后让自己把 这个注意力分散开来 然后呢 出去做核酸也好啊 出去 在外面或者是没有在风控的情况下 还在正常生活的 城市的朋友呢 就是 一定要做好防护 然后呢 也不要去过于的紧张 也不要去过于的恐慌 所以就是一切的事情 来了就接受 没有 我们就去预防 对 然后做好一个好的心态 然后去一起努力 把这一段艰难的时光去给他克服了 大家加油吧 不要让自己很大 我也要加油 好 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